而同樣是最新消息 這是台北刊守所在剛剛證實說 昨天確實有人去探視捷運殺人犯的正姓嫌犯 並且還購買了喚醒衣物以及飲料給他 到底是誰來聽聽最新說法 昨天有人到我們惠客室的福利社那邊 買東西給他 大概是買什麼 買一些日用品 那是誰買東西給他 內衣褲的或是一些飲料跟小飲食 那是誰買東西給他 基於個人的資料保護 我們是不方便透露